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条件呢 要求水源比较方便 付款税比较方便 有一定好的水源 你想喝水啊 或者是净水啊 都可以作为它的水源 那就是 谁困水也可以作为它的水源 就是说 单身这个水源必须是没有污染的 这个 这一个方面呢 就是要交通比较便利 这个 就是进入出的来 有时候就是这个 你想用资料啊 这个用苗中啊 这个村里出出啊 这个人都需要一个交通 交通比较便利 这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电 电力在方面 这个一般来说 你讲到以后啊 这个抽水啊 管水啊 派水啊 都需要电 等于是这个 整阳的时候 或者接下来复杂加工的时候 都需要电 这个呢 应该说 用电 方便 做到是在这个方面 这个选择灵修的汤底 对这个汽汤的要求呢 应该说 这个汽汤的深度 这个民修啊 不喜欢很深的水 一般来说 你是 这个平常的 这个苍脸的水 占华在六七十公分 七八十公分上 一般不超过一米 这个 如果冬天越冬的时候 这个水子你应该是要 水子这个深度啊 应该是要求稍微深一点 就能达到一米以上 这个 冬天的时候 你如果实际上的 叫这个温度提的快 这样的话 你一般来说 你就是稍微汽汤 水 水深的要求 占却的浅一点 水五十公分 五十公分 这样的话 你就是 主要是对汽汤的这个要求 专家提示 养殖泥鳅需要一定的条件 在汽汤方面 考虑到泥鳅的生活习性 一个是需要一定的潜水域 它需要的水不是太深 池塘的深度控制在 冬天六十到八十厘米 夏天五十到六十厘米 秋天六十到八十厘米 冬天一百到一百二十厘米 第二个就是水源要充足 最好能灌 能排 能自流 这样能够提高它的产量 改善水质 池塘的面积 如果是小规模的话 一百到三百平方为一 如果是大面积养 就是用土池来养的话 一亩到三亩最好 太大了管理比较麻烦 水质不好控制 太小了行不成规模 出售的时候也比较难